共产党用的这叫什么 叫钓鱼 这叫游击战 先给你放出来 说你看我的厦门的所谓无人机的粉丝们 无人机的无友们 到那去 去探一探玩一玩 然后第二个是 又去了俩 又玩一玩 第三个又去玩一玩 然后四个 大家看共产党这个战略 这个媒体战略 完全是共产党军人的操作手法 第一个是一个普通人去玩去 还要打出马骨眼来 第二我发现什么 哎造谣啊 这假的 第二个又来了 第三个又来了 这就是共产党的游击战 是当年中共对付国民党的招一模一样 他到村里边偷了个鸡 他在村里造谣 最近国民党的军队在这块有人偷鸡吃 老百姓说 不是不是 听说不是 共产党又来了 丢了只猪 说国民党人偷猪 有人说不是不是不是 第三次来了 穿了国民党的军服拿着枪 我告诉你 我是国民党 我是几军几军的 我在路过 把你家女人强奸了 强奸完把东西拿走了 然后呢 就大家看着 穿着国民党军服走了 卧槽 这位老百姓下印了 国民党太坏了 这个太坏了 偷我们的鸡 偷我们的猪 然后强奸我们的女人 还穿着军服 还还甚至还打伤了我们人 全村合作起来了 正在合作的时候 晚上又来骚扰国民党 军人来了 这回是真的国民党 真的国民党路过 想跟老百姓说 我能不能帮助帮助我呀 给我点鸡蛋 哪那么客气是吧 我们路过的国军 在那吃的 老百姓团结起来 要跟那国军打 正在 当然打不过国军了 正在你死我活的时候 突然出来了共军 共军拿着三八大盒子 啪啪啪一开枪 国军跑了 因为国军搞不清形势啊 然后解放军就解放了这个村庄 这叫什么 这叫解放区 解放区 哎呀 老百姓感激啊 感激提灵啊 说你看看 还是共产党好啊 然后这共产党是什么 什么其他助理 拔相注意 给我吃的 不是不是不是 有人过来对我好 哎女的 女同志离我远点啊 我们也保持三米距离啊 是吧 有女同志给我双胸 不行不行不行 然后蹲在那吃青菜 感动了全村啊 全村人 交相论耳 到各村子说 人民解放军 就这么 共军就来了 最后的结局是 很不好意思吃了人民的饭 跟老 很不好意思跟人民 睡了觉 这就叫解放区 最后的 就对不起了 当你把我引进门的时候 你不给我吃的 你不给我睡觉 拿枪顶着你 你还不敢说话 这就是游击战的核心 就是我 你军我民 你民我军 你狠我柔 你打我跑 然后我向老百姓示弱 把真话 当成真理说 把假话当真话说 把对方的真话 变成假话 把对方的真理 变成大谎言 这就是共产党的 你好好学习毛泽东的 所谓游击战 就是流氓战 就是骗子战 就是现代版的后黑学 你跟美军北朝鲜 打过仗的 和共军打过仗的 我那时候我记得特有意思 我特感兴趣 北朝鲜战争 我狠狠地研究 本人去北朝鲜 亲自去看过 谁花了这么多心思 郭广昌娶个媳妇 娶个媳妇 娶个媳妇 就是为了赚钱 昨天晚上飞飞给我发信息 你跟郭广昌的恩怨很多年了 我跟郭广昌有一点恩怨 上天下地 天打了一批 我没有任何恩怨 一点恩怨没有 我就看不惯这孙子最近 在疫苗上跟共产党合作 我就看不惯这孙子 为共产党搞情报平台 我就看不惯这孙子 在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骗了这么多老百姓钱 我又看不过这孙子装孙子 还装这企业家 还乳学 去你大爷的吧 在多年前是国家安全部 当时是那个满永平想弄他 那时候我就是跟安全部的 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是吧 他干啥是吧 七哥就跟他们一起啊 就是我就是那个代理 潜伏到共产党里边 帮助叫你共产党往错误的方向 走得最快那个人就是我郭文贵 所以我说战友你们抓什么特务 七哥是最大的特务 是吧 特殊的任务叫特务 我就是潜伏进共产党的内部 特殊的任务就是让共产党加快腐败 加快死亡 加快不团结的人 就是我 看我这打发像不像 是吧 所以说你 我告诉大家 这个整个金门这块 我跟台湾的啊 毛将军 毛将军已经退下来了啊 他儿子 他儿媳数都是我 1998年 1996年都认识我 96年 就认识我 但是他老人家 他认识我已经大概9394年 是吧 那时候是还很牛的人呢 在台湾数得着前五号人物 我给他说 我说接下来共匪会干啥你知道吗 Nancy Pelosi之后 他就给我说说说台湾的军方判断共匪会干什么 我说不对的 老人家 我告诉你啊 他会从金门入手 他说不会吧 他说现在不会了 这是当年国民党的最牛的这个军人之一 他就没想到 他说他从金门就是几个招 我说不会的 从无人机开始 无人机还有一个水下 水下无人小潜艇 共产党会把那个无人潜艇 上面的无人机 用那大浆片无人机 就是骚扰你 骚扰你 最后让全世界看到 你打我的飞机 你先打的 大家记住 这个是打掉这个无人机 是第一个证明的全世界是什么 你先开的枪 我说共产党一定这样 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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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挠没办法 你胡了一下 哎呦你打我了 躺地上 不行了 绝对的 老人家还笑 他说共产党没那么low啊 他说我要建议蔡总统这么干 我蔡总统这么干没用 我说你干没用你国军 共产党耍流氓比你专业 结果无人机来了 现在无人潜水艇没来呢 这所谓潜水艇就回来了 又碰瓷了 然后渔船 骚扰你 渔船拉的拉的什么 就渔船就给你放下来 影响你船道的网络 比如渔船我被你撞了 渔船影响你的引擎了 等等的事情 最后说 哎 台海中间 犹豫不确定因素 渔船被撞 渔船导致潜水艇不能走 美国再高级的潜水艇 我告诉你 有排雷的 有排什么 他没有排渔船的 那排渔船只能炸掉 而且共产党在二十几年前就有过水上拉网战术 什么拉网啊 几乎是用船上拉的那个破铁丝子 在水下那种 就给你扔了一堆一堆的水下垃圾 水下网 那个潜水艇最怕那晚上 你咋办 共产党用的所有台海战术 全部是用锄头 用锄头啊 锄地弄锄头 和你来个这个对付你的冲锋枪 因为你干不过我 我知道你把冲锋枪子弹打完 我就能累死你 我靠死人战略 我靠流氓战略 我拿锄头皮给你 而且你知道当时发明台湾战场上的 所谓的无人的电子干扰的地上战术的 这位军人被抓了 这个是我很好的哥们 所以说我太了解了 所以我给台湾这位将军说 他说哎呀 你说这个有道理啊 第二天就发生了厦门的所谓的无人截案 我说你看来了吧 而且我告诉你这是谁干的 这是解放军 真正的上海的某个已经准备好的 对台的无人作战 一个特别军队感 不是在厦门 我稍后再说 答案是无人机 就是让你让全世界变成一个常态骚扰 一系列的问题 就让你发现让你台湾 开了第一枪 无人机你打下来了 我让你开第二枪 我让你开第三枪 第四枪 在你麻木的时候 我过去了 第五 请继歌谈谈 在一个组织中 规则和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 请继歌谈一谈 一个在组织中 规则和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 这个事很大 很大 所以那时候安全部整这个 跟中纪委抓他的时候 我特别急急啊 就是因为他想骗女孩的钱 骗色还不给钱是吧 答应人家是吧 你给人家睡觉了 你就要给人家钱吗 给人家东西不给吗 对啊 这是唯一的个人人员 这算不上 好 现在战友们 我要给你们放一段音乐 我给你打电话 正好时间还有三分钟 还有三分钟 关于这个第五个问题啊 一个集体中的规则和个人修养 我特别想 从两个角度想说一下这个事吧 第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人品 你的人品和你的能力 还有你个人的经受的教育和修养 再一个你个人的人生 最后就是你人生的目标 这和宗教和信仰有绝对的关系 就这个人信的是什么教 你信的是佛教 你信的是天主教 你信的是穆斯林 或者你信的日本的叫什么呢 摩门教啊 什么 不是美国摩门教 你和在一起的行为方式 是一定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对待人对待事是不一样的 你像我们这个战友当中 你看阿炳 我们最近咱俩阿炳呢 就组织了昨天老蚁的会议 阿炳从昨天起 已经加入了铁血组 阿炳的追求和个人的生活习惯 他和很多人是不一样 是吧 那你再看看我们在德国的文耀 到了乌克兰前线的文耀 还有一个我们韩国的朴正海 朴司令 你再看看日本的魔女 这都我们战友啊 马拉多纳 每个人的教育和修养 和他经历的事情 他最后的表现行为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 我想谈一谈 你的宗教和你的信仰和你的人生目标和你的行为 他是结果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像我们这个老蚁子发生的很多事情 他都是跟他的教育和他的教养 特别是我们现在 你看很多我们信佛教的战友天天算命 佛教是不可能算命的 而且我们不论在哪个农场都出现好几个打着信教的佛教徒 还成立宗教教组 而且天天给他算命 不但算命 还有养狐仙的 是吧 这昨天我跟你说了 这跟谁像 你们知道 是吧 还养狐仙 狐仙和佛教是啥回事 兄弟姐妹们 这简直这个狗屎和钻石之间的关系 是吧 你怎么能把它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欺骗的一个宗教 自我欺骗的一个过程 而且完全是无知的 而且呢 有些人一讲 就是那个 原来最早台湾跟那九指摇个叫文心的 你看一说都是 台湾那个地方 佛教宗教是 四个人都懂几句是吧 一说都是宗教语言 宗教语言 是吧 佛教语言 大家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佛教 佛教的经就那几句话 后来整出了无数个经 那都是蹭佛主的高度 称佛主的高亮光度的 那么后来是天主教 信了天主教的人 你去看看这西方 哎呀我天哪 一切归上上帝了 一切归荣耀了 然后什么主啊 什么什么的 哎呀什么不要摸摸 张嘴就是这个教 然后呢我经常我去礼拜 那路大脑呢 就为了要拿到美国的所谓的政治庇护 以宗教为名 他是以宗教为名啊 不是灭共为名啊 他是申请的宗教的这个理由 宗教迫害去念经去啊 他想去祈祷去 你祈祷个屁啊 是吧 那完全是胡骗的 所以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和宗教的 和你家庭的教育和家庭的教养 它是相互相成的 我们在爆料革命当中 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咱们来自于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教育背景 它成为了一个群体 咱还不叫一个组织 但是这些人在过程当中 给你出现了事情 他不是一个我们要统一你 也不是你要被统一的问题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大家要找出一个公约性 就是你不能排斥别人的前提 才能要求别人不排斥自己 就是我们什么叫文化 一个人的教养 就是完全有一个自我约束的 自我约束的 以自我约束的自由 或有自我约束 有严格戒律的自由 就是我要求自由的时候 我得有自我约束 我得有我的戒律 你这样的自由 你才能得到 你不能以 无自我约束 无戒律的 对别人无限的要求 那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战争的时候 完全是 约束你 戒律你 让我自由 还有很多人是什么 你听我的 我不听你的 是吧 所以说什么叫做这个一个在集体中的休养呢 第二个就很重要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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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讲话和行动 你可以不认知 但是不要乱知乱评 叫着知凭 知凭不慎者 此人一定不能讲 就这人完全不知道 胡说八道的人 轻易下决定 不能跟他来往 真的是 看透不说透 是人生很高的境界 关键是 看不透 你要说透 那你是人生的灾难 比如山票先生 他根本看不清楚这个政治的行为 他想把这事给说清楚 那就是灾难了 比如说泰山先生 你根本不懂这个经济的逻辑和结果 你确实给他讲下了 那可能是巨大的灾难 会陪死你的 看透不说透 有些人他都是 人生在世 都是有缺陋 有瑕疵 都是在学习中 甚至在痛苦的学习中 你不能老作为老师 裁判 咚咚咚就出来了 看不透 你要说透 看不透 说透还让你听我的 这不是灾难了 这么想弄 所以第二条就是 尽可能不要 知不知乱评 知评 不乱评 知道不乱评 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但是我们生活中 你看到这些咱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没赚过钱 天天讲这么赚钱 是吧 也没捋过油 天天讲旅游 也没上过教堂 天天讲宗教 像路大脑的这个孙子 他这一辈子就是欠别人的钱 骗别人的钱 吃女人的软饭 第一个老婆 老丈人 他被他骗的 穷家当产 跟人家离婚 然后跟到了拉斯维克斯 就在小菜 人家跟他老公还过日的时候 把人家勾搭来 给人家生孩子 在生孩子当中到法拉盛 又跟你一个女的 又生孩子 生了好几个孩子 最后是拿着小菜去服侍战友 要搞一个骗法制基金几十万美元 搞一个音乐 然后不能得逞 就恼笑成怒 然后天天在电视上跟你讲 宗教 军事 人类 未来 这都搞笑 这简直 这路大脑袋 九指腰 你就能看到 他是一个多可怕的一个样子 但他当时在爆料 跟队伍当中是什么 他点心 比方最多的是 群体里边 因为我在直播 我路大脑袋 我有影响力 我说的就是真理 影响力 和你所处的 你有多少钱 和你说话 有多少含金量 有多少话 应该别人得到尊重 不是你定的 是由别人定的 然后九指腰 因为 我这会儿有几万人 四万人 六万人 在Discount跟随我 跟随我 不要说跟爆料革命 七哥 这是我的本事 我已经是六万人的统治者了 然后大家都认可我 我就代表上帝了 我就让你可以写遗书了 这是何等的狂妄 是吧 十要言就不用提了 到了美国没几天 他就成为 我可以取代爆料革命了 这所有这些人的结果 你去想去 是因为狂妄 无知 无德 无教养 没有宗教 没有信仰的结果 后到待人 后到待人 这句话 昨天我们在老乙子会上 专门有咱们很少出面的 铁制内战友 这句话是很感人的 后到待战友 你不会吃亏 就是在战友之间 你老想搞一个语句上 我占上风 利益上 我占上风 然后在战友上 信任上 你信任我就行了 我信不信任你 你不用管 你信任我就行了 就这种统治 自私 大头正 无知的这种狂妄 那这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 那跟战友之间一个集体里面规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我说的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我觉得我跟外国人最近打交道 从那么早打交道到今天我学到最多的事情 就是neutral trust neutral respect 就是我们是一定要互相尊重 互相有利益 真的我们中国人一个这么善良的民主 永远是什么 我要用眼泪 用感情 我感动 然后用什么事都感情化 就没有了互相的利益 因为我哭了 因为我感情了 因为我对你好了 你的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这就路打脑袋 谁要言 就这样 永远你给我是对的 你给我是感情啊 你不给我 你怎么表达感情呢 把感情转为利益 是吧 尊重 一说话 谁谁谁不行 谁谁像九指钥匙的 是吧 谁谁谁不行 是吧 谁谁谁不行 嘎嘎嘎不行 是吧 你看到永远是什么 口出商人 出口商人 永远在否定 谁谁谁不行 就先就乱评 不知乱评 否定 看不到 太多了 我们每个人 从我们爆料 从上往下 我们战友当中最爱说的一句话 我没法举例 很多战友我就很惊讶 我一问谁怎么样 这个什么情况 哎呀他不行的 这话太多了 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病毒 我用这个来安慰我自己 我的战友是因为被共产党给病毒化了 所以说他们才这样轻易的 就轻易就说 哎呀不行不行 没有任何neutral respect 没有互相尊重 有什么最多的叫neutral fake 互相假 互相造假 你看到战友互相尊重吧 你有什么看的 完全是假的 他回到生活中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对待别人大喊大叫 我不要说 就是日本某个农场 有战友给我发了信息 我听到这个农场主 跟战友的共同 我人都快 真的是 我傻了就 我见过共产党多坏人 我都见过 我也很少能见到一个 就共产党当弯的 就这么对人说喊的 我觉得都没有 就包括还有傲喜 有傲喜战友发给我 对待战友说话 那个口气 那个声音 我是真的是听了 浑身起鸡皮疙瘩 就是我没办法 三票先生老顽童 真的台山先生 所有战友们 我没办法向大家来陈述这个观点 就是你生活中 我觉得我对我们家死怒我都不会那样做 我那样做我认为我就是招雷劈的感觉 就你哪来的这个愤怒对待战友这么狠呢 而且这些人根本没见过你 他来帮你 他有些人真的是很烦人 就有些人来了 很无知 确实很多 比如战友 这边是佛教 讲的佛教 高神默设 这边还给你算命 你不觉得很无知吗 是吧 还有的战友 这个根据 就根据这个某个人的姓氏 就判定对方是特务 判定某个农场全是特务 你不是觉得疯狂 但你没必要大喊大叫跟他 他的错误 不能成为你愤怒的侮辱他的理由 相反 你完全把这个东西 这是他的福报 你干嘛你那么火呢 是吧 所以说你像三票先生 我能想到 三票先生曾经在国内金融界 实际上也是这些跟这些大人物都交过手的人 我之所以看国内这些所有金融界的人 昨天飞飞秀 喝完了几个人物出来 我就想笑 没有任何人我没打过教导的 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盘古的常客 所有打过教导以后 一次两次以后 我就是终生不想见到他们 包括马云 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人 就是那个主子和奴隶的那种环境 我是绝对受不了 七哥做的很多很垃圾的行为 我在国内 现在我想想很多事 我做我的事 我真想自己 如果说我按照佛所说 我用让我痛苦来 解释放掉我过去发的错误 我愿意做一切事情 真的是 就是想想 就现在 我每天每分钟都感激我现在的生活 我有压力 我有挑战 最重要的是我活得像个人一样 我在国内 我做过很多很多行为 就那个环境不可能让人多健康 就是现在我看到国内那些人站出来的那个德行 晃着咔咔咔的徐家义那小手 爱马仕包咔咔咔的 是吧 就这个样子感觉 你都真的是受不了的 然后你再看到昨天那些人 红微博 浙江会 那种那种逗来逗去 那种假么咋样吹牛一片谎言 疯了 七哥你说在国内 在那个时刻 不讲谎话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不讲谎话 怎么能活下来呢 是吧 你现在安全部门道说 我突然间发现谁来了 是不是他来了 你回答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记得了 不可能啊 没有 你撒谎啊 来了 怎么来了 说什么了 是吧 你只有 你只有撒谎 才能过这个事情 没办法 说那个地方 没有谎言 是没有人能活下去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 大家是不是要靠谎言回信 说一次谎言 一切结束 我们就是不能撒谎 但是我们战友当中 就最近 有些人 有些人 比如说 草根兄弟 还有这个老班长 最近跟很多战友处理事情当中 就发现原来应洗农场的 有些人 这真是瞪眼撒谎 就是我把这个事情 给我说的话 我发给他们去处理 说的话完全两回事 而且撒谎能撒到让你很惊讶的程度 连时间点都能给你篡改了 所以说大家记住 你要想在这个群体里活着 你要学会 你想在这个群体得到任何东西 得到任何东西 就是你应该要做的比这个东西还好 这没办法 这共产党 这个 我们有战友是刚刚的 是到达了国外 他跟我说七哥 他说 他现在就在车上 就是看我直播呢 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说在这个看守所期间 他说他被打了两针 他被打了两针 他说在看守所里边 普遍都打了三针 他是被抓进去以后打了两针 真的是太不幸了 真的是这战友 抓他的理由呢 是跟广东的某企业家 那某企业家 他们是经济的问题 抓这个企业家的时候 这家里边也是两个自杀的 两个自杀的 然后呢 他也被牵连进去了 最后是这个 被救出来了 现在出了国了 他不是因为爆料革命 但是也问到了爆料革命的事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那么我接着刚才说 战友们怎么之间互相相处呢 我在老亨三票先生面前不敢说 我给大家的建议 我觉得在一个 特别是我看到英国 那些老的俱乐部 还有那些家族 包括美国的骷髅会 什么哈佛 什么校友会 还有那个老的共济会的规矩 是吧 包括整个历史上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结社文化里面 真正的我觉得 与人打交道 在一个集体里面 最好的方式 我本人建议 不一定正确 仅供战友们参考 多批评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和战友之间 不要牵扯到隐私 要保持到一定的距离 能帮忙的 果断勇敢出手 帮完忙 再也不要谈任何事情 就无图 无欲的 果断出手帮忙 但是帮忙以后 也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 少在人家私事上 经济上 人际关系上 少插嘴 不要在任何人面前 随便评价 和议论别人 这是基本的做人原则 不管任何战友 任何人 成天跟你打掉 跟你说话 评价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人了 然后 在集体和个人之间 一定要记住 所有集体中的 做出的 对大家有利的决定 坚决支持 百分之百支持 做得最好 争取 然后呢 当觉得影响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用一个较客观 较客观 非常影响面很小的方式 拿出自己的意见 你会得到解决 会得到尊重 而不是把你认知的事情 搞出了一个大事件来 一定不会得到解决 而且对自己 对自己都是伤害 就是不要随便生事 造事 特别是没事造事 有事你大胆的说 最忌讳的是 跟战友和集体之间 随便的许诺 最忌讳的事情 就没事造事 最忌讳的事情 是说假话 当你不诚实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集体 俱乐部啊 什么这样那样 都会被人家歧视的 一定的 刺猬定律 战友说得非常好 非常好 保持距离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永远千万不要 走入到对方的 隐私和生活中去 还有一个 就不要 千万千万不要 介入到任何他人的 纠纷当典去 更不要随便的 特别是管住嘴 几乎是一切的问题 我们很难 我们爆料革命 就是靠嘴来灭共的 但是我们先要 管住自己的嘴 你不管住自己嘴 这真的很可怕 所以 五条说完了 还有几十分钟 我再接着刚才说到的是 中美之间 科技脱钩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咱们战友啊 关于我敏感的事情 给我发了很多的建议 都特别好 好多了敏感 现在我的敏感医生 告诉我主要是 由于当年 就是我母亲的事情 那个香 是导致了我的敏感 然后现在就有些 就是灰尘啊 咖啡啊 冷热啊 会导致敏感 但是现在逐渐已经好多了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美国 跟中共之间的 科技和贸易脱钩事件 大家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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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人对待 你去想一想 咱在国内的所有的家人 共产党的清零政策 隔离政策 已经成了它治国方针了 这是他们让自己安全的方式 那么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大家在国内的通讯 网络 芯片 都出现问题 是吧 然后再想一想 银行出现了问题 你再想想 中国所有的 这个国家 一点不赚钱的 一点不赚钱的 唯一的 就是靠赚钱的 就是老百姓血汗钱 那这个血汗钱的中美贸易 知己不行了 它现在寄托于东盟 中东 会不会有呢 会有 但是它完全两回事 当这个时候 你在东盟和中东 还有中东欧 来开发你的贸易市场的时候 它这个过程 它一定是非常遥远 包括世界WTO协议 你要不要尊重 中国在中东欧 和非洲东盟之间 不是互补 是单向式出口 就是中国人能产的袜子 耐克鞋什么的 这些东西 你到了东南亚 人家想卖给你呢 你想卖给人家 你的所谓的廉价劳动力 在那不管用 你靠污染 靠放污染 出其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生产力 不管用 那么你接下来 你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 是吧 那你共产党所谓的 就是过去出口的 什么华为呀 仿造的科技产品 你到那时候 也不行的时候 你靠什么 当你都意识到 你和美国 欧洲 百分之八十六的 全人类的 GDP生产的国家成为敌人的时候 还能跟你合作吗 还能跟你有贸易 没有 那美国就会一个狠招接一个狠招 就从第一步 直接掉到第三步去 从我不卖给你 到直接谁卖给你 谁犯法 谁跟你合作 谁犯法 那就把你变成伊朗 你说我最怕的是什么 战友知道吗 我最怕的是 哪怕不灭共产党 最千万千万记住 不灭共产党没事 别把共产党变成了现在的伊朗 但中国 那就完了 明白吗 兄弟姐妹们 我最最的 不管你们怎么想 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中国变成今天的伊朗 把未来的中国变成今天的伊朗 你把一定时间内把中国变成伊朗 那就彻底完了 而如果美国战略利益上 它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我不让你死 我也让你活不好 所以大家说上次说的委内瑞拉 那个美国朋友说 委内瑞拉 伊朗 是吧 北朝鲜 都是制裁的 那叙利亚 那么都活着那么政权 还有古巴 是吧 我说千万记住 美国要想灭它 真的就是分分钟 分分钟 想把你古巴给你政权改变 你把你卡兹特罗给你灭了就完了 美国没有任何必要灭你 就像现在像那个路达脑袋一样 九指腰十一岩 我们希望他 还有那个高兵臣 昨天我老椅子会高兵臣 在加拿大 我有他视频 我有他讲话 当然老椅子又出现坏人了 老椅子群 所谓老椅子群出坏人了 就有几个坏人 是吧 我就想想 千万高兵臣别死了 高兵臣要活着 共产党如果你有本事 你都给我派出一百个 一千个高兵臣 我真的感谢你 我给你烧几株香 共产党 因为高兵臣最起码起一个作用 他让别人看到了郭文贵有多伟大 让看到爆料革命有多牛叉 就高兵臣骂的人一定是比他强的 他一定是比他强的 所以说战友们 大家这点相信吧 是吧 大家想到那个是绝对是 高兵臣骂的人一定是比他强的 他骂的爆料革命一定比他强的 而且他说的都是谎言 他一次次来证明我们说的真话和伟大 他虽然屎没吃 他老婆的内裤凉出来了 也回了国了 他本身就是个最好的证明爆料革命的牛 和真诚的地方 是吧 是人都会懂的 那不是人 我不需要你懂 美国一样的 我不需要说我多伟大 让你看看古巴就在我旁边 跟我过什么生活 你只要是人你就懂的 古巴人会往美国跑 美国人不会往古巴跑 委内瑞拉 你愿意待着你国家你待着 你十个人就知道 你到我这来 你都往我这跑 没有人去你鬼内瑞拉 也没人去你北朝鲜 没人去伊朗 美国人我打你干啥呀 美国人评估过对伊朗消灭伊朗政权好了以后 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美国这保证一条 只要中东 中东 沙特 科威特 伊拉克的油供应美国 美国油本来就可以自给了 还有阿联酋 还有阿联酋 我就让你 中东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伊朗打下来了 它总有一个 中东是叫火药桶嘛 叫帝国的坟墓嘛 它一定会有争的 那就不如让你弄去了 只要你别搞核武器 你搞核武器 不用我收拾你 以色列就把你灭了 这叫什么 这叫平衡战术 这叫平衡战术 是不是 所以说兄弟姐妹 美国人不需要 不安一灭了 那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 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美国现在就担心两件事 第一 共产党千万别 就别让他 搞形成美国真正的实力对抗 当这个实力对抗达到了时候 就可能使用核武器 我要把你这个对我的伤害降到零 第二个 你不强大 对我在武器上 对我这个整个生死上没有伤害的时候 我让你的经济一定不强大下去 把共产党改变了 美国人想改变共产党以后 他最担心的是 没有共产党在中国会不会乱 就谁是下个主张政权 第二个他最担心的 是吧 你强大的威胁我的存在 这不可以 你乱了以后 也不符合我的利益 这是美国所有的两个担忧 是吧 那美国现在最希望是什么 中共变成伊朗 你在你家里怎么乱 别影响到我 别影响对面的阿联酋 别影响到对面的隔壁的沙特和伊拉克 这是为什么萨曼兰尼到伊拉克去 美军定点炸死他 因为美国说 你不能到这去 这是我家后花园 这属于我的范围内 你去了 就可能伊朗成为我的地 那我炸死你 你是威胁我美国核心利益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我最担心的是 未来的中国 明年后年 未来五到十年 变成今天伊朗 那就惨大了 所以说 我希望共产党 嘎本死 或者他不死 他不能变成 现在这个不死不活的样子 把中国人民 这一代两代人全脱完 这次的美国贸易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看我直播的很多国内战友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在过去一年里边 竟然有好多体制内战友说 哎呀 七哥 七哥 咱们洗洗睡吧 他说美国这个国家太腐败了 各种 他说我这一上班 你看上班 在战友 我估计我刚才没看到个战友出现 可能睡觉了 某个 在统计局的战友 这个非常重要 位置不高的一个战友 跟我说 七哥 我们都做好了一切准备 说美国马上取消中美贸易关税 咱们洗洗睡吧 美国不会帮助我们的 美国会不是灭共 是帮助共产党继续统治下去 后来我告诉这位战友 你不支持爆料革命 你还是我兄弟 你这么认为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咱们走着看 昨天给我发信息 七哥你太了不起了 不是前天 前天 对今天星期天 星期四给我发信息 星期三 星期三 不是大前天 星期三给我发信息 他说美方的这个决定 对整个上部 一下傻眼了 大家要记住 共产党没有了中美贸易 他所有的这些外汇支持是不可能的 所谓东盟成为第一贸易伙伴 支持大家这是绝不可能的 高科技没有了 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优势 它叫衰减式的 慢慢衰减式 就是在美国西方这些世界 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技术优势 会来未来的二十几个月 三十几个月彻底削减掉 就没有人再买你的科技产品 那东盟的所谓的贸易优势 还是什么中东的都会下去 就这么简单 你骗什么骗呢 是吧 那么这次美国不但 拜登总统 不给你取消川普总统的贸易 还要可能再加上部分关税 这是什么结果呢 是美国贸易界商界的最终 被共产党蓝金黄的一场反击 就是被共产党蓝金黄以后的美国 迅速企业调整 把自己在中共的很多企业 已经调整到东南亚 调整到其他国家 相反而的 大家要看到 在东南亚和中共国产生 最大贸易征服的 可能有一天瞬间的跌落 这些国家都要做出个显示 跟中共做生意 别跟我美国做 跟美国做 别跟中共做 这些国家会转向美国 中共是输了两回 在中国的美资企业 走了 你完了 然后到了 到了这个东南亚 你想去求人家东南亚 给你东盟的贸易 人家又走了去美国了 你输两回 这是要命的 这是要命的 然后再看科技 整个科技界 美国人不但不卖给你 不但不会允许别人卖 还有法律制裁 最重要的 他会穷追不舍 最像抖音 Zoom 是吧 马云 微信 什么百度 什么华为 这些东西 会告诉你 芯片取消 软件取消 大家记住 下一步的 所有的网络 DNS给你取消 然后美国 所有的网络 都是太空化 中共国面临的 更大的威胁是什么 你家的网络不能用了 你家的所有通信不能用了 你家的芯片没有了 工业 火车 飞机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的时候 一远 医疗 美国却把天上打开了 硬体式的 无中间 平台式的 就不再需用这个陆地上的 所谓的中转站 中基站的 这种新的太空通信方式 你还有网络强吗 你的老百姓 反而这个时候就选择 这时候就开始 手机控制 控边关 不许使用海外手机 你根本控制不住 中国会回到什么时代 七哥走江湖的时代 1982 83 84 85年 到七哥结婚 就是到广东深圳 小沙滩 大沙滩 走私牛仔裤 电子表 买邓丽君的 小乘故事多 邓丽君的 咪咪之音去了 就是大家就开始 新的一个 大概是几十年以前的 走私生活 买海外版的手机 会有无数个七哥在诞生 牛仔裤 港山 是吧 邓丽君歌曲 这一定的 水电网不是全断 虚灭共产党说的 不管是水电网全断 是天上的飞机 地上的火车 全部都玩 你会看到共产党 他这个愚蠢的 所谓的 与天斗 与地斗 与民斗 就是与人斗 极乐无穷 这就是美国会让你 圈在你家里边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美国 美国警察 遇到劫匪的时候 最后的招就累死你 渴死你 让你自己疯狂 就把中国变成了 叫什么 这叫困兽战术 我把你变成一个兽 困在里边困在里边困兽战术 你只要一出头危险 我就打死你一个 你一出头打死你一个 这你自己内部最后 恶困 崩溃 回到咱们夏日之后 说回到这个 说回到这个石器时代 兄弟姐妹 石器时代有两件事情 比现在好 石器时代 别人没有枪 你也没有枪 别人没有火柴 你也没有火柴 它是平等下的原始性 现在不是 现在你回到石器时代 人家有现在什么 人有核导弹 人有巡浮导弹 人有洲际导弹 人有天空网络 人有手机电脑 你没有 那才叫痛苦的 你想想兄弟姐妹 在石器时代 如果数几个人 跪在旁边玩手机 旁边人在这块 在这块砸石头取火 你想什么结果 是吧 你得吃面包 三文治 吃大包子 吃饺子 旁边人在那会吃 那种还带着毛的肉 它是什么感觉 气都被你气死了 是吧 然后共产党就会干什么 共产党就会 停而周险 尝试使用核武器 他就会对老百姓 共产党最大招 人家 在人家外面吃亏了 回来打孩子 在外面被人家羞煮了 回来打孩子 在外面没饭吃了 回来打老婆 在外面 撒谎 偷东西被人家抓了 回来杀孩子 这是他干的事 他到那时候 对老百姓更狠 我今天告诉战友 郭文贵今天说的 2022年9月4日 上午10点46 纽约时间 但凡你有一点本事的中国人 要记住七哥这句话 一定是 如果你有生存能力 能出到国家 甭说去美国加拿大 你能去到塞尔维亚 你能去到中东任何国家 只要能活着 把孩子带出去 打了疫苗 你就别带来了 没用了 第二 我给你建议 你一定要做好 共产党灭亡前的 所有疯狂行为 清零隔离 这未来是你梦寐以求的过程 那你证明你还活着 你还能背清零 那是你很幸运的 第三条 任何要记住 对台湾打仗以后 千万别把自己孩子 送上战场 也别把自己 家人送上战场 在这三要做好的情况下 要有粮食吃 有饭吃 哪怕没粮食 有草吃也得行 活下去 就这么简单 昨天这个会 开得非常非常的好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兄弟姐妹们 你又太高笑了 太爱你们了 绝对是啊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行了啊 我要关掉了啊 这关的时候 还是不能太长时间 会儿子 你还好 我发生了